安官藝人蒲悠天因为性侵风暴陷入第一潮 昨天突然传出 9月要娶小他3岁的石匹叶千金 女主角第一时间去否认了 正在扶病医的蒲悠天被媒体围堵 希望他能回应婚讯的消息 不过他全程不发一语 快步离开江南区一所 经纪公司证实蒲悠天8月退伍 今年9月就要迎娶圈外女友 对方是小他3岁的韩国南洋乳业的外孙女 不只家是显赫 同时还是知名部落客 两人交往一年 即使蒲悠天身陷性侵风暴的时候 女友依旧不离不弃 但事情有了急转弯 女方在社群软体否认婚讯 说没有男友 请大家当作没看到这个消息 就当外界还摸不着头绪时 过了几个小时 她又突然认爱 说今天这个日子家人都不在 只要不对我家人造成伤害都好 不过发这篇文章的同时 她附上的铺片是米奇和米尼的合照 蒲悠天早期的艺名就是Micky尤天 因此被认为是在默认恋情 去年因为星期风暴 让蒲悠天身世跌到谷底 如今传出闪魂消息 难过被网友野鱼 根本是来抢版面 这日子有很好的报道 小时收看 甲斗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哎呦唱得不错